而在新城鄉八個村同步進行傾銷作業時 康樂村的傾銷隊員則是把自己的農業機具改裝成噴霧機 隨著街道的大小噴霧可以伸縮 消毒街道每一個角落 全村總動員要做好防疫工作 在18號這一天 新城鄉進行聯合大傾銷的作業 各村都是使用小貨車來進行傾銷的工作 而在新城鄉康樂村則是選擇農業機具來改裝成為消毒車 有位朋友可以伸縮可以隨著街道大小 可以往往全全的做好清潔的工作 今天在康樂村這部的消毒工具是農民 平時在做農業施灑機器車 今天特別征召他來做我們鄉村部落設計裡面的消毒工作 他的功能非常多 也可以平放隨著路口的大小路面的大小 他能夠伸縮自如 所以這樣子的防疫工具除了能夠節省人力以外 對整個消防的工作可以說做得非常非常地徹底 非常地徹底 非常地棒 我想這個民眾會發覺到我們這次全鄉信的 一個徹底大街小巷的消毒 不只各村每一樣的一個防疫的機器不一樣以外 尤其在康樂村這部的機器 是由我們農民主動知道鄉裡面要做這個防疫的工作 主動把他的機器農出來 讓我們社區來使用 我們要感謝農民 新冬孔肺炎疫情進行在秀雲鄉家庭族群擴散 新年家長合力抬過了二次疫情傳媒蔓延 新年鄉防疫消毒大隊 每天都在鄉內進行防疫消毒不停泄的政策 針對確診者足跡連續三天以上加強防疫消毒的工作 並且在18號由鄉長合力抬發起 聯合新年鄉各村村長以及熱心鄉親配合防疫消毒大隊 進行全鄉防疫聯合大消毒工作 用實行動堅守形成家園 保障鄉親生命安全以及健康 記得喜歡請下輩導